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英文里面 侯杰叫做Avans Apple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是亚当的苹果 那根据圣经的这个记载 这个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 他在伊甸园偷吃这个水果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个果肉卡在头上 后来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 这个疙瘩在那边 所以我们都形容这个猴杰 是一个男性的象征 那猴杰是什么呢? 猴杰它的位置就是在猴头上 那猴头在解剖靴上 就是全部由甲状软骨所形成的一个叫做猴头 那男性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 受到这个雄性激素的刺激 猴头和声带都会异常的这个 比较增生 那猴头就会变大 它变大向前突出以后就变成猴杰 那声带也一起发育的话 就是男生会变生 声音会变得低沉 所以这时代 女生是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 是的 那既然猴杰是男人的特征 所以在整形手术里面 就会有一些 增大猴杰的手术 来增加男性的刚强 那也有一些手术 会减少猴杰 这个去显示这个女性的柔弱 所以你问我说 女生会不会来做这个手术? 会有一些少数的女生 她尤其荷尔蒙 或者是她雄性激素 在青春期的时候 比较多一点点 或者说她的喉咙 这个生长的角度 不一样的时候 她会凸起来 所以如果有些女生 她发现她的猴杰太凸了 她也会来做这个手术 让这个猴杰比较小 那我们在做猴杰手术的时候 我们会在下巴和喉头之间 做一个2到3公分的切口 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正面的时候 这个发红会隐藏住 不会直接让人家看到 除非你把脖子伸开 伸长的时候 才会看到这个刀口 那我们刚刚讲过 猴头是甲状软骨所组成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切口 藉由这个切口 我们会去用甲状软骨 把突出的地方消掉磨平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缩小猴杰手术的做法 改变声音的手术 是另外一种手术 就是她会利用改变甲状软骨 以弯状软骨之间的距离 然后去改变声带 声带的这个一个长度 让你的声音变高 这是另外一种手术 可是这个缩小猴杰手术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的声带就是在甲状软骨后面 所以如果你切得太多 声音会变沙痒 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 都有一些方式去 这个避免 我们去伤到声带的一个方法 所以做缩小猴杰手术 它的副作用 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声音会变沙痒 有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 就是术后的出血 那术后的出血 在这猴头方面 有时候出血太厉害的时候 会压迫到猴头 造成呼吸困难 所以这是我们在手术后 第一天要注意到 有没有血肿发生的可能 那其他伤口的照顾 就跟一般平常手术一样 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要保持清洁 然后天天换药 然后七天拆线 那这个手术就完成了 解释 为什么有人是单眼明 有人是创